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,周三,13日,起到端午节假期,全台受到滞流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,各地都可能有短时间的强降雨,一造成淹水灾情,新北市水利局被妥六万四千五百一十包杀包,民众如有需求,可就仅至各区公所领取这波强降雨,气象专家吴德荣预言, 雨量可能超过台湾所有排水系统所能负荷的标准,水利局不敢大意,已准备移动式抽水机78台,将是降雨情形在全市二十五处低洼地区布设,另针对一击水地区,除加强道路侧勾倾书外,也将于县地预布移动式抽水机加速雨水汇积排放,避免再次造成路面淹水 水利局官员指出,全市八十二座抽水站三百三十五台抽水机组,总抽水量达一千七百零九点六CMS,已全面进行温激作业及完成测试运转,较低洼地区如三重,卢州及新庄等区,抽水站将进行预抽作业,降低抽水站内潜持水位, 以容纳更多市区排水量,有效增加雨水制洪空间,以阴阴大规模水情,现场也被有灾修厂商及抢灾使用的混凝土块及太空包等防循备料,已被布施置需 另外,市区各项工程区域,在雨水下水道及测沟,水利局已在四月底完成设施检查,影响排水的部分,都已依要求改善完成